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候 菜市突然开口道 若官生斐然 文武官死后排位当存留龙虎器 此外 遇刺的东西多少也有龙虎器沾流 再不然 便是受过朝廷册封的神明妙语中 多少有残存龙虎器的宝物存在 只是这三样都是要得罪人的 胡氏本来的想法是 那里政府护着龙虎棋牌 随便一倒 便有几十上百万克的龙虎器 自己和菜市哪怕过一过手 也足够成气候 拖去妖气 神不知鬼不觉 可是 李延却不能把自己还没有弄明白的龙虎棋牌 随便往外借 这是落人把柄的大事 生辰牌位是不必想了 玉丝的宝物 我也没地方给你弄去 李延忽然一顿 没有再往下说 他看了王生一眼 我刚才教你的 你都记住 以后不要再抛脱露面 因为我家务时 没人能替你解决 多开解你的母亲 龙虎棋的事我硬下了 明天我有收获 会再来找你们 那回去吧 李延没再多逗留 王家自己也有一箩筐糟心的事 只是他转身出了门口 王生却追了上来 大人 他开口叫住了李延 又怎么了 追出来的王生脸上 再也没有一点李延初见踏实的神采 反而显得死气沉沉 半天他才开口 有件事压在被职心里 被职弄不明白 说吧 我在念四衙门有位敬重的上司 他为救我出火坑 也像大人一样 和龙虎衙门极力周旋 他 他对我说 不忠不孝之徒 何谈秦义二字 王生的嘴唇干裂 眼神黯淡 大人 我是不是错了 他脸色很差 李延能够看出来 王生正在承受着极大的心理煎熬 我说什么 对你很重要吗 王生毫不迟疑地回答 大人对我恩同再造 我这半辈子 也再没见过大人这样出彩的人物 所以我说什么 你会听 李延笑隐隐的 王生重重地点头 那我告诉你 李延拍了拍他的肩膀 眼底却掠过那个端着凶悍 狙击大枪的绷带老头子 他低头到王生的耳边 说道 我平生最看不起那些 承受不了困惑和痛苦 就把思考的权力拱手 让人的懦夫 王生的身子猛地僵硬下来 李延转身就走 没有几步便走远了 只留下几乎站立不住的王生在原地 步入夕阳中的李延 一松一紧地攥着自己 长满水泡的右手 如今的他 便是把手伸进炭火里 也不觉得烫手 那罗姓老人的红火 却能够烧伤他 足见 这不是反火 人老设想着 自己能站在完美无缺的对错境地 可板子不打在身上 不知道疼 那种诛心的混账话 只为毁人 不为毁人 比起救你性命 他们更乐意在别人身上 贯彻他们自己的想法 可这些我能私底下念叨 却不能说给你听 以后如何 到底要看你自己 回了驿站的李延 进了屋和扎小刀聊了大半个时辰 脸只顾倒头睡觉 还难得的给曹永昌放了半天的假 等到夜半三更 他才睁了眼 老子 扎小刀一推门走了进来 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找了一身夜行的黑衣 还给李延准备了一套 点才好了 城里有五家庙馆 二郎庙 窦军祠 太公罐 何博祠 天后宫 小曹逛了几天 都熟 我问了地址 现在就可以出发 李延听罢 点了点头 冲扎小刀说道 那别好 曹永昌在门口伸着头 赵叔 李将军 你们这是干什么去 能带我不 我不添乱的呀 自打李延教他本事 他本来是要改口叫师父的 可是李延不让 还说要叫就和叫扎小刀一样 叫自己叔叔 曹永昌却不乐意 还说认清这种事绝没有胡乱攀的 说只有扎小刀一个叔叔 便只有他一个 一来二去 除了那次李延做事要赶他走 曹永昌服软式的叫了声大叔 其他时候还是叫李延将军 扎小刀拍了拍曹永昌的脑袋 我们是要做正经事的 别添乱 你早睡 赶明儿起来继续练功 李延说罢 便换了衣服和扎小刀出门去了 等曹永昌第二天睡醒 却看到李延和往常一样 从卧室出来 还和两个驿站的灶钉打招呼 似乎昨天什么也没有干事的 等到当天下午 才有消息 传得满城都是 城东打正德年间便立起来的二郎庙 被人翻得乱七八糟 尿柱一觉醒来 却发觉自己躺在地板上 床也让人给掀翻了 也不知道是神佛显灵 还是闹了贼 这还不算完 太公冠 和博慈 也是先后遭殃 具体细节和二郎庙差不太多 消息至此 便平息了 反倒是窦君慈和天后宫 居然没有下文传来 曹永昌心仰难耐 他知道李延不会告诉自己 等晚上睡觉的时候 便缠着扎小刀 询问各种内情 扎小刀被缠得没辙了 才把李延和自己说的 王生与胡妻鬼妾的故事 当作画本评书 告诉了曹永昌 这个故事稀奇 小曹雀跃不已 哦 赵叔 后来那王生一家怎么样了 那王母可接受菜式胡适了 李将军把龙虎妻送去 便真的洗脱了鬼胡的妖气吗 他们几时回到通州老家 扎小刀被小曹烦得不行 落下一句 我哪知道 那又不是我们下属 让曹永昌要是真想知道 就问李延去 他不就在隔壁吗 曹永昌一缩头 可能是最近李延逼他练功的缘故 他比以前更有些怕李延了 哼 大不了以后我自己打平 这么稀奇的事 一定有事迹流传下来 曹永昌突然又想起来 诶 大叔 你和李将军 一共便去了三家妙怪吗 四家 陆军慈没去 在天后宫找到一只 家境年间的法罗 有残存的龙虎器在 差事就结了 扎小刀回答道 那可奇了怪了 天后宫丢了东西 怎么都不支一声呢 谁知道呢 兴许人家才大气粗 不在乎也说不定 我说小祖宗 你还睡不睡觉了 扎小刀也不知道 该生气还是该笑 曹永昌盖好被子 眼望着天花板 心里还想着胡七鬼妾 和百户亡生的故事 与几亥南下入干 祖海盗 休于一战 李生同渣 论此鬼胡传 此其牙略耳 后 于访通舟寻相所致 归往数次 为之王生所隐 记载自 双刀记 王生天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甘 演播 三生静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